法国警方在南部一家可口可乐工厂收到的生产原料当中 发现含有超过300公斤的可卡因 预计市值高达5000万欧元 相当于7600万新元 这也是在法国内陆历来缴获最多可卡因的案件之一 涉案的这家可口可乐工厂 位于法国南部小镇西涅 靠近法国最大的海港城市马赛 主要生产各类饮料 工厂员工星期一在从哥斯达利家运来的一批浓缩骨质当中 发现大量的可卡因 于是立即报警 当地警方初步排除了涉案工厂员工的嫌疑 并对运送这批生产原料的源头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法国警方去年也曾经破获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他们在海上截获一艘装有2.2吨可卡因的游艇创下记录